今天和大家聊一个话题 高端MPV 如今许多车企都在布局高端MPV市场 但是在我看来 真正称得上高端的几乎没有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觉得原因在于两个字 平台 以真百万级别的丰田Alpha为例 它是丰田的TNJAK平台的产物 也就是凯美瑞的拉皮加长版 那么受限于平台的限制 很多方面都难以达到真正的高端 比如说动力 那么Alpha的2.5双情 其实一直都是饱受诟病 同样的道理 我认为我身边这台来自于 全球首个新能源MPV 专属平台打造的 卫派高山 是唯一有资格称得上高端的MPV产品 而且我刚刚得到了 我们同事的一个消息 我们的老板赵老师 刚刚订了一台卫派的高山 那么正好借着今天的这个机会 我也体验一回 他当老小的出门旅游 就是跟客户同事赶往会议 所以说高负载的工况是常态 一旦坐满六七个人 就很容易出现动力不足 那么现在这辆车上的 每个座位 包括后备箱都摆满箱子 每个箱子的重量呢 是75公斤 一共八个箱子 也就是说增加了600公斤的重量 这么做呢 就是为了模拟车辆满载的情况下 看看高负载之下的 高山的加速表现究竟如何 这个提速的感觉还是非常快的 一点都不吹嘘啊 恐怕大多部分的家用车的速度表现 都不如这辆满载的高山 那支撑速度的 是位排引以为傲的混动系统 就是1.5T的发动机 一家P4的动力系统 那最大功率呢 是358千瓦 最大扭矩呢 达到了762牛米 它的官方的零百加速呢 只有5.7秒 这对于一台MPV来说 真的是一个非常恐怖的数据了 那这才是高端车应该有的性能 我觉得啊 车可以不开快 但是不能不快 那么除了加速呢 专属平台也同样影响着悬挂 刹车等底盘件 高山采用的是 弯抱子集成式线控制动系统 那么线控刹车呢 其实是未来的一段发展趋势啊 能够提供更平稳 更精准的刹车响应 如果身后呢 坐着你老板 你也不想一脚机刹车 让它很不爽 对不对 所以说线控刹车 更平稳的优势就体现出来了 那么由于线控和传统机械呢 完全是两种不同的布局 传统平台呢 车型想要升级线控系统 基本没有办法 只有专属平台的高山 才有可能搭载这种线控 刹车制动的系统 高山呢 采用的是全铝的 五连杆的独立悬架啊 悬挂硬点的位置 和其他未派车型 其实完全不同 专为MPV进行了考量 外加呢 专门为中国路况 特别调教的HRS呢 液压回弹减震系统 专属平台的特调优势 这就体现出来了 我现在开启啊 能够感受到高山的底盘 还是相当的平稳的 主要的特点呢 其实就能够表现在 在城市路况当中 如果遇到连续的坑洼 或者是解除带的过程当中呢 这种高压缩的情况下 整个回弹的堵泥 还是非常舒服的 所以说细碎的震动 传播到车内 乘客自然也就感觉到 非常的舒适嘛 不仅功率大底盘好 那么高山的电池呢 其实也很大 容量达到了37.96千瓦时 纯电续航呢 能够达到145公里 足够你从首都机场 到中关村来回四四半 那么为什么其他的MPV 不加这种大电机 大电池的方案呢 比如说腾汁D9 再高也不超过300千瓦 我的理解是啊 不是不想做 而是不容易做到 平台呢 更大电机呢 就要牺牲一定的车内空间 而卫派高山呢 平台呢 在设计之初 其实就兼顾了 大空间和大功率 那么得益于专属平台的 全新布局呢 卫派高山的空间 达到了最大化 得防率呢 足够有61.1% 这是什么概念呢 咱们不说轴距3米275 或者是5米4的车长 这种冷冰冰的数据 接下来呢 我直接演示给大家看 还没有上车啊 我们就感受到 专属平台优化后的空间布局 我们可以看到啊 后门的开口特别的大 宽度呢 足有0.8米 高度有1.35米 我的身高呢 是1米85 我要是再戴上个帽子呢 身高足足有1米9了 是不是这样 咱们可以看到啊 加上这个更低的第二层踏板 以及这个两段式的长扶手 无论我进入第二排 还是第三排 都非常的方便 可以说是进到第二排 第三排来去自由 进入到车内啊 高山的车厢高洞呢 接近1米3 如果你要是自己家用 带小孩的话呢 像五六岁的男孩 在车内行走的话 基本都不用低头 而且像我这样 在后排拿个东西 也还是非常方便的 如果你是商务接待呢 28寸的行李箱 都不用放到后备箱里面 座椅往后依靠 直接放在身前 而且呢 还不影响小桌板的打开 在车内办公啊 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诸如此类的小细节呢 还有很多 就比如说冰箱 往往同级别呢 都是半导体制冷 制冷速度慢 而且还不够冷 到了下班回家 一瓶可乐都没有冰好 那么为什么 不采用压缩机的制冷呢 首先啊 因为压缩机制冷呢 占用的空间比较大 功率比较高 原平台的电路设计 和空间设计 其实都没有考虑到这些 卫外高山的专属平台呢 就完全没有问题 平台啊 足够支撑 大功率的压缩机冰箱 它的温度调节范围啊 能从0到50度 无论是冰可乐 还是温奶 都非常的方便 而且容积呢 也是同级为最大的12.5升 它采用了上下层的双开门设计 现在呢 里面就有8T的凉可乐 是我半个小时之前放进去的 咱们可以看到啊 已经完全凉透了 车内的地板呢 也是纯平的 并没有受到大电池的侵占 在23排走动的过程当中呢 也没有凸起碍事 当然了 纯平的地台 也为了更豪华的座椅 预留出了更多的空间 第二排同级独有的 悬浮式零中的座椅啊 真的是太舒服了 其实刚刚上市的魏派高山啊 也同步发售了 4座行政家常版的车型 采用的是豪华的6座布局 共有呢 12项电动调节 一键躺平 10点按摩 共6种按摩模式 同步呢 还有无线充电的功能 那么舒适享受呢 更上了一个等级 那么平台设计之初 如果没有考虑到预留的空间呢 怎么装得下如此豪华的座椅呢 因为地板纯平的原因啊 魏派高山可以做到第二排 第三排座椅呢 采用了两条1845毫米的轨道 那么如果这时候呢 领导让你去哪个展会 拉点物料的话 你可以将第二排第三排座椅 推到最前边 后备箱的空间是非常的大 足有1725升 那后备箱呢 放凉自行车完全没有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啊 高山的后排支持46比例的折叠 既能放下大尺寸的物料 还能秒边大床随时休息 如果你是日常家庭使用的话呢 后备箱不需要那么大空间 那就可以实现第二排 第三排的空间最大化 哪怕我坐在第三排 也可以轻松的实现翘起二郎腿 或者把第三排座椅呢 调到最靠后 第二排座椅调到最靠前 车厢内呢 就出现了一个超大的 正方形的中央空间 要是把第二排座椅能向后转 两个小桌板拼成一个大桌子 后排四个人就能斗地主了 所以强烈建议一下位排 考虑开发一下这个功能 专属平台的影响下啊 不仅有看得见的空间 还有看不见的安全 传统通用平台呢 对于安全的考量 基本上是不太会考虑 原本是行李舱的第三排 像丰田阿尔法呢 就连后防护栏都没有 高山的专属平台呢 在一开始就考虑了 第三排乘客的安全 整车呢 采用了三重高强度的龙式车身 那么白车身的高强度钢比例呢 超过了81.96% A柱B柱的强度呢 高达1500兆帕 车内的核心区域的强度呢 更是高达2000兆帕 高山的六秒宝牙侧起点呢 也对第三排进行了优化 它的长度呢 超过3米1 冲击体积达到了110升以上 那么三排乘客呢 都在它的保护范围内 一般的车体验呢 只有2米左右 哪怕是7座车型也是如此 如果不从最基础的 平台层面设计安全 大部分车型都做不到 像高山这样 注重第三排乘客的安全 一句话 平台决定上线 假设传统的平台 潜力是7分 堆料再多 说的再多也就只有7分 而专属平台的潜力是10 所以说未派高山 竟能达到10分满分 如果想要冲击高端的MPV 就必须要从基础的平台做起 只有平台好 车才能更好 虽然未派高山呢 有冲击高端MPV的实力 但最高配的行政家常版呢 也不过40.58万元 有实力没溢价 与百万级的日系MPV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自主品牌值得点赞